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参照的花鸭 天下一人 在宋朝的时候千名用这个花鸭一种风气 还挺流行的 为了把这个花鸭弄得花 宋代文人绝对是绞尽脑汁 文艺青年出身的宋徽宗 他当时就发挥他的巧思 三笔就把天下一人这花鸭给写出来了 又张扬又霸气 那么这种为自己设计个性签名的 这样的一个传统呢 宋徽宗的儿子宋高宗赵构 他也有 不过赵构这个个性签名这花鸭呢 比起他老爹来讲隐晦了许多 我们前面几集提到宋高宗赵构 这个人呢确实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非常受争议的一个皇帝 他本人呢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花鸭 因为赵构也是个大书法家记住了 但赵构这个花鸭呢 看起来像个五字 赵构这个五字花鸭有什么特殊含义呢 他们就发现宋高宗赵构这个花鸭 虽然看起来像个五字 实际上呢它是个和形字 分开呢就是人亡 人和王的结合 人亡嘛自然是人中之亡了 宋高宗赵构呢作为一代皇帝 确实也是人中龙凤 也是一国之尊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呢宋高宗赵构 你看他在花鸭当中表现的呢 却十分隐晦 不像他爹张扬天下一人 这足以说明什么呢 在赵构的内心深处 存在着深深的自卑感 一方面呢 来源他自己 这皇位是来路不正的 另一方面呢 他就一直畏惧 如狼似虎的金兵 生怕有朝一日 他自己会和他爹 和他兄长一样 落到同样的下场 正因为如此 你看啊 一个小小的花鸭 赵构呢 也是费尽心机 把自己内心深处 那种真实的想法都隐藏了 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 赵构作为一代帝王 因此他心中那些小九九呢 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 好多人都看不懂 特别是在他杀忠臣岳飞 这件事情上呢 更是许多人看不懂 他为什么要杀岳飞呢 我们本集开始会细讲 那么细讲那个赵构 和岳飞还有秦辉 这几个人的关系之前呢 还是提醒大家 多发弹幕 咱们多多交流 我们上一集就说到 在秦桧他的积极促成之下呢 南宋和金国就达成合议了 就在双方合议进行之间 宋朝的多个大臣也上表 表示什么呢 国耻未旋 亦难讲好 这些建议呢 都被秦桧给否决了 而且呢 他还把几位大臣呢 都给篡逐出去了 行了 你们也别在杭州待着了 也别在秦寨待着了 把他们都外扁 不久之后呢 这个秦桧 搅尽脑汁 他又把丞相赵鼎 还有副相刘大忠 也都排挤出巢了 秦桧在刚开始 组持合议的时候呢 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哎 经过多日观察 高宗赵国对他表示 镇独伟青 合议这个事啊 哎 爱请你 看着办吧 就专门都委派给你了 由此这秦桧啊 才放开胆子 才去实行 实际上是高宗赵构 受一下这种合议 当时呢 秦桧有个亲信 中书摄人 这个人名字还挺怪 叫沟龙如冤 我们要知道 父姓这个沟龙呢 本来是三个字的 叫谷沟芒 但当时那谷呢 和高宗赵构啊 他的名字啊 因为有些谐音嘛 等于是犯了皇帝的会了 因此这个人就改姓沟龙 这沟龙如冤呢 就替秦桧说主意了 他就说 相公您为天下计 而谐说横起 何不责任为台剑 使谭剑官进击去 则是定义 沟龙如冤啊 称秦桧为相公 我们要知道 相公是宋朝 对载质大臣的尊称 当然这个词啊 都是在变化 你到了清末 一说相公 那就不是宰治大臣了 是指当时那南纪 哎 秦桧一听 有道理 他马上任命 沟龙如冤为御史中成 如此一来呢 台剑官都听他自己的 和这沟龙如冤的 因此但凡有意义的 有反对合议的 把这些人马上书弹劾 这年十一月呢 宋国的使者王伦 就带着金国的使臣张通古 一起来了 所过周郡呢 迎接的张通古啊 都以臣礼来迎接他 远近高营都跪拜他 而张通古当时的身份啊 他的金国身份是江南赵玉师 由此可见 这金国呢 并不是把宋朝 当成平等的这个邦国来看待 就完全代以藩属之理 就是把宋国当成一傀儡 宋高宗赵构呢 和这个奸臣秦桧呢 他们俩主张合议 但是呢 南宋的群臣呢 依旧是不一不二好 愤愤上书 要求高宗赵构啊 不要屈辱的向金国称臣 你看 现在我们以中华而奉一敌 啊 绝对不行 特别是当时那书密院编修 那大臣有个叫胡权的 愤然抗书 泱泱千言 就称啊 王伦和秦桧都是奸邪之人 应该把这个两个人啊 斩杀了 以谢天下 胡权这个奏书啊 确实现在原文还存着 啊 这个写得特别好 奏书呈上之后呢 高宗和秦桧这两个人 懒之大怒 当时他们就想把这胡权给杀掉 结果呢 迫于公论 当时大臣们好多人附和这胡权啊 于是呢 只能把那胡权 消职 外扁 外扁到哪呢 外扁到广州 啊 到那盐仓去看门 南宋啊 高宗和秦桧君臣呢 你禁锢自己的朝室啊 把他们的嘴给堵上挺容易的 但是你要打发这个金国的使者 还挺难的 根据何意呢 南宋为臣 金朝为君 宋干宗本人呢 应该跪接金朝皇帝给他的诏书 我们想一想啊 赵国再怎么说也是一国皇帝啊 你说 虽然说这个人啊 挺庸切的 有时候还挺阴险的 但是他也特要面子 因此他就对秦桧说了 朕四首祖宗基业 起受金人风策 那意思 再怎么样 我也不能 对着金国皇帝来得使者下跪 同时呢 南宋的大将韩世忠 还有杨一忠这些人也表示 他们就对这个秦桧啊 也说 朝义积极 君民汹汹 如果皇上当众受辱 跪接金国皇帝的诏书 说不定会引起事变呢 到时候咱们谁来负责呢 不仅如此 南宋的许多将帅 联名尚书 还就反对这事 事已至此 结果还是那秦桧 他那心腹 高龙渊 这些人出主意 他们就让宋高宗啊 当时啊 找个借口 什么借口呢 那不徽宗皇帝死了吗 他就以守丧三年为名 就说他自己也不能 亲自出见金国的使者 而后呢 就让秦桧本人 以南宋载职的身份 代替高宗 驿管授书 什么叫驿管授书啊 就是秦桧带了一帮人 到这个使者张通谷 住的那个驿管里头 然后呢 跪授招书 金国使者张通谷 本来是不答应的 这个时候王伦啊 急得 对他又逼又吓 后来呢 这个金国使者张通谷呢 他也怕自己玩不成使命 他就答应 秦桧呢 你作为宰职 可以代替你皇帝呢 拜授金朝国书 但他同时要要求了 你宋朝的百官啊 一定要都去 观看那寿书里 这个场面就比较好应付 南宋的大臣 虽然说许多人啊 就不愿意看这个场面 大臣们啊 召集不全 因此呢 秦桧就马上命令 尚书省的大小官吏 包括那随从 都穿上朝服 冒充朝廷百官 与他一起呢 下拜 来接受金国的国书 最终呢 诵金之间 第一次合议就达成了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 金朝的使者叫张通谷 听着就像个汉人那样子 他还真是个汉人 顺便呢 我们讲一下 金朝这个民族关系 张通谷呢 自乐之 他是益州的益县人 他并不是宋国人 他是辽国的进士 本来啊 他是辽国统治下的汉人 那么在《湾延宗旺》占领燕京的时候呢 听说这个人挺有才 就把他朝于暮下 从那开始呢 张通谷就开始为金朝效力 说到封建时代 这个民族的等级区分呢 我们一般人啊 只知道元朝 有这个蒙古国色墨 汉人男人之分 四等人嘛 实际上金朝的民族压迫是更加严苛的 而当时金朝的民族层级也分为五等 女真 国海 契丹 汉儿和男人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 那是金朝人所称的汉人 是专门指原来辽国契丹 他那个国境内的汉人 后来呢 他们占领这个河南山东内带的汉人呢 金国人就称他们为男人 而先前在辽朝的时候 那些契丹统治者 并没有强迫他境内的汉人呢 改服异俗 但金国建立之初呢 这女真统治者就有提法左人 这样的死命令 而当时金国的法式呢 和满清呢 挺类似的 特别和清朝初期非常一样 就中间有一小左 面积就是一金钱鼠尾 就是一左 而且在金国建立之初呢 女真人的替法易服的命令 也是十分严酷的 为此呢 不少汉人也遭到杀害 这种命令呢 直到后来的海陵王湾音亮 他那个时期才有所舒缓 他当时就下诏 赵河南民衣冠许聪其变 那也是当时对这个中原地区的汉人来讲 你愿意穿从前的那诱人的衣服我就穿 愿意留着汉人的那种发饰你就留 当然了 金国在黄河以北的 他那老占领区 他们还是严格在当地实行 这种替法左人的这种命令 宋军合议达成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 南宋当时是举国接分 武将当中呢就有多人上书表示反对 韩世忠呢四次上书 要求啊 自己率领兵马与金国决战 结果呢 朝廷不报 就是对这事儿不置可否 那么金朝的使者张通谷 他回国的时候呢 韩世忠还曾经派人啊 在洪泽镇那个地方埋伏人马 就准备啊 把这个金朝的使者给截杀了 以此呢 来把这个合议坏掉 结果呢 事先消息泄露 张通谷也跑了 高宗赵后 当时之所以这么心急火燎 不惜屈膝 称臣和金人义和呢 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听说 金人把那刘豫废掉之后呢 又想拥立 照够自己的兄长宋亲宗 在河北地区啊 为傀儡皇帝 如果他哥哥亲宗皇帝 被金人啊 在这河北地区立为皇帝的话 那一来 他这个大宋皇帝啊 就当不成了 宋高宗照够呢 是特别怕这一手 如果金国 把他那兄长亲宗皇帝 在河北地区立为皇帝 你说他作为 亲宗皇帝的亲弟弟 你说你怎么可能 率领自己的军队啊 又和河北 他哥哥啊 这个傀儡皇帝 手下的军队相抗呢 南宋绍兴九年四月 就公元一一三九年吧 宋朝的使者王伦呢 就亲自赶到汴京 面见金光珠 然后呢 和他一起交割地界 就得到了东西南 原先呢 宋朝的三经 还包括寿春府啊 宿州 博州 曹州 善州 以及陕西啊 京西 一些些驻州之地吧 金乌珠呢 当时呢 也是遵守协议 他就从齐州 渡黄河尔去 把他的形台呢 转移到大明府 但金乌珠当时 是不是心甘情愿呢 肯定不是 这金乌珠 就是在蜿蜒宗壁啊 他和金国 另外一个贵族 叫蜿蜒宗干的 啊 他们俩是一条线的 这两个金国贵族呢 就一直就想啊 把先前送给 南宋这些地方 再弄回来 接下来呢 金乌珠和那蜿蜒宗干 这些人 又和金西宗密谋 他们先稳住 就第一次合议当中 这个主张合议的 打揽这些人 然后呢 又扣押了 正要回国复命的 宋国使者王伦 他们就想搞事情 王伦当时呢 见势不妙 赶忙派遣自己手下人 兴夜兼程 逃回南宋 叫南宋朝廷啊 提早安排兵位 以防止金人啊 背弃盟约 当年八月呢 王伦就在中山 被这个金国啊 正式拘抚了 不久呢 又把他押往金乌珠所在的岐州 就是今天河北的安国 不久呢 金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啊 日趋白热化 当时呢 就是以 无实谋反万为银子 金西宗呢 在金乌珠等人的帮助下 把这个蜿蜒宗盘 那些宗室给逮捕了 继而呢 又把这个达兰 就是蜿蜒昌给流放了 杀掉詹汉之后啊 金西宗啊 又马上下诏 要诛杀这个达兰 达兰 也就是蜿蜒昌这个人呢 得到消息之后呢 他愣能从这个燕京啊 找个机会 他逃了 达兰想逃到哪里去 他肯定想难逃到这个南宋 结果半道呢 被他老正敌金乌珠抓住 然后呢 金乌珠命令人 把达兰押回齐州 然后乱棍打死 不仅把达兰乱棍打死 金乌珠呢 马上要下令 把他的宗族亲属八百多 全部杀掉 至此呢 金乌珠又开始正式上表 奏请金西宗 恢复旧江 然后呢 又押送王伦 把这个王伦送到上京 上京就是今天黑龙江的阿城 金西宗本人 见到这个宋朝的使者王伦 当时还挺生气 怒则 但只有元帅 不只有上国 所谓的元帅呢 就指达兰 那么上国呢 肯定就指金西宗 他们这些君臣 同时呢 他手里拿着宋朝的国书 挑三拣四 只摘不已 就一直骂着王伦 而后呢 金西宗就提出无理条件了 叫宋高宗赵构啊 向金国正式称臣 而且还要使用金朝的年号 以金朝为正说 同时呢 还提出了好多项 就南宋不可能接受 那些苛刻条件 王伦不能答应 南宋的政府呢 自然就更不可能答应 结果呢 在绍兴十年 就公元140年那夏天 金乌珠又大集精兵 然后呢 以这个宋朝啊 和自己本国金国这个贵族打揽 暗中交通为名 撕毁先前的盟约 发动对宋朝的新一轮攻势 乍听到金人毁盟的消息呢 秦桧当时心里还挺害怕 他就生怕宋高宗 先拿自己卸奋开刀 又怕呢 宋高宗重新启用什么张俊啊 这些先前的政敌 很快呢 他就知道高宗皇帝 对这个张俊成见挺大的 不可能重新启用他 这个时候呢 秦桧心中烧安 在此后发生的事 就是我们前面几集讲的 刘骑啊 岳飞 这些大将的顺昌大劫 衍昌大劫 包括影昌大劫 金军呢 屡受重创 直到豪州之战 金乌珠呢 才挽回一些面子 得他当时打胜了 到了这个地步呢 金乌珠也清醒认识到 事到如今啊 你只能和南宋展开和谈了 于是呢 他就派回先前被金军扣留的宋朝的使者 叫末将的 在依旧进行金氏行动的同时呢 他就和宋朝重新展开谈判了 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说金军虽然取得豪州之战的胜利 但当时在江南地区和河北地区 宋金力量之间的对比啊 已经由先前的金强宋弱 转变为宋强金弱了 但是呢 由于宋高宗这个人 恐惧啊 已经渗透到的骨髓当中 他对于当时这种真实的情况 全然不绝 那么在绍兴十一年四月 金乌珠率领金冰 渡过淮水撤走之后呢 赵构又和手下的这个奸臣 秦桧秘义 他们俩一密谋 肯定就没好事了 结果是什么呢 朝廷下诏 把韩世忠张俊和岳飞 招这三个人入朝 表面上呢 说是对他们论功行赏 那真的论功行赏了吗 确实 以韩世忠张俊这两人为疏密使 然后任命岳飞呢 为疏密副使 实际上就一举削夺了 这三个人的手中的军事实权 张俊这个武将呢 他武将出身啊 但是他脑子挺活的 他就知道秦桧啊 要霸去这些将领的兵权 他就第一个自告奋勇 就把兵权交出来了 而且呢 他是力赞合议 秦桧一看 哎挺高兴 他马上派张俊和岳飞一起 前往呢 从前韩世忠 他的地方楚州 去视察战地形势 张俊挺有心机的 他在楚州呢 一边贬斥韩世忠从前的手下旧将 一边呢 又派人 吴称韩世忠呢 有谋反企图 当时韩世忠本人在粤州啊 知道这事之后 赶忙入宫 跪地也向高宗赵构啊 是豪气变白 指天化地 最终呢 这赵构就对韩世忠没有动杀心 从此之后 韩世忠也是心灰意朗 然后就闲剧在家了 不再过问军国大事了 至此呢 对于宋高宗秦桧 这一对最佳的卖国搭档而言呢 他们最大的心病 谁呢 就只有一个人了 岳飞 在南宋当时啊 我们要知道 韩世忠这个人虽然说啊 人之心正 但毕竟他是看着岳飞从小校 一步一步上升 最终呢 做到能和自己同起同坐了 成为方便大帅了 心里呢 实际上一直挺不顺的 但是这两个人 他们在爱国中军方面是一致的 很快呢 韩世忠就和岳飞言归于好了 双方心中并没有芥蒂 但另外一个宋朝的大将 张俊就不同了 他心中就一直十分记恨 岳飞这个人 为什么呢 岳飞从前是他的手下 你看如今呢 岳飞手下军队这么能打 夺成立功 而且风头呢 早就盖过自己了 因此作为岳飞的老领导 张俊呢 就当时啊 挺忌讳 挺忌妒岳飞的 当然了 这个张俊啊 毕竟是一个军将 想他自己出头整岳飞啊 确实是挺不容易的 于是这张俊就先到秦桧面前说坏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岳飞和韩世忠啊 暗中约定 他们俩啊 想通气 想破坏合意 于是呢 惹得老秦大怒 秦桧方面 实际上他早就收到金乌珠啊 那方面传给他的密信 而朝夕以和请 而岳飞方为河北图 必杀岳飞 时可和 当然了 金乌珠在密信当中啊 所称的 实际上也说的是气话 毕竟岳家军的战斗力 让金乌珠印象太深刻 你看打了这么多场大仗 只要金军和岳飞打 金乌珠肯定都是完败 对于秦桧来讲呢 如今他综合各方面的严肃 他就认定了岳飞不死 何以难成 事到如今 有了秦桧张俊 这两个人推波助澜 他们都惦记岳飞 那么岳飞非死不可吗 当时啊 如果只是这两个人 要杀岳飞 还真杀他不成 岳飞之死 真正的幕后黑手 实际上另有其人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我们下一集 接着说 你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人是怎么清洁牙齿的呢 每天早上醒来 哎 我们每个人 现代人啊 大家做的一件事情 肯定就是刷牙洗脸 不知道你们在刷牙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一个有趣的问题 古人也刷牙 宋朝人也刷牙 如果刷 他怎么刷呢 哎 有些朋友就会说 用手指弄个盐在那擦一下呗 这应该就是从影视作品啊 或者从明清小说中得来的印象 你看《红楼梦》当中 就是贾宝玉用手指沾着清盐 擦牙齿的清洁 也许呢 还有一些观众会说 应该嚼那个梁芝嘛 这个呢 大概是看那个佛教故事得来的印象 如果大家真以为古人清洁牙齿 都得依靠手指道 和那简陋的齿木 还这样来清洁 那你就将古人 特别是我们宋代人想的太low了 唐宋时期呢 实际上好多人都用上了直毛牙刷 和我们今天的牙刷基本没有任何区别 南宋时期有个日本的高僧 叫道元禅师的 他在中国的名山寺院到处游荡 他就亲眼看到宋朝僧人每天都用牙刷刷牙 那么根据这道元禅师的记录呢 宋代僧人制作牙刷的材质是牛角 实际上呢 宋朝人啊 用了寿谷啊 竹木啊 好多东西来做牙刷 好多贵族呢 还用象牙制作高端牙刷 那是真正的牙刷啊 所以说上面用的毛呢 一般是马尾毛 不是马宗毛 到南宋时期呢 在杭州 就是当时的宁安 还有牙刷的专卖店 但当时牙刷价格如何呢 很遗憾 没有能从宋代品义当中 找到相关的这个史料 但是元朝有一本普世通 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物价信息 普世通这本书就记载了一段 发生在市井 那个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对话 顾客呢就说 卖刷子的将来 这帽刷斜刷各一个 刷牙两个 掠头两个怎么卖 商贩说 这得有什么商量处 将两百铜钱来 哥 我与你这一个刷牙 一个掠头 将去使 修掉了 从上面这段对话呢 就可以看出 在元朝的时候 一把帽刷 一把鞋刷 加上一只牙刷 一把梳子 当时叫掠头了 总共是要价两百万 大致一算呢 一把牙刷的单价 在当时应该是二十五文钱 就等于跟宋代 一只蜡烛的价格差不多 不算特别贵 所以说一般老百姓 肯定消费得齐 没一说中国史 说的你不知道事儿 我们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